神明发展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平安 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是 《出埃及记》十一章 第九节跟第十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 法老必不听你们 使我的歧视在埃及地多起来 摩西亚伦在法老面前行了这一切歧视 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 不容以色列人出离他的地 很多人会觉得 为什么耶和华要使法老的心刚硬呢 在《出埃及记》第四章二十一节中说 但我要使他下面有几个小字 或做任凭他的心刚硬 在十一章第九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 法老必不听你们 所以第十节 耶和华就任凭法老的心刚硬 即使法老经历了九个灾难 他还是不听神的话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 神都会透过圣经或牧者或人 告诉我们 你做了这个事的结果是什么 但我们还是常常会不信 任凭我们自己的情欲犯罪 得到了罪的结果后 当时也许相信 但是过了不久 又忘了 像法老的心 还是刚硬 要等地十灾后 才让以色列人出埃及 我想问弟兄姐妹 你要任凭你的心吗 现在为我们的心来祷告 慈爱的天父 你总是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 不要再犯罪了 知道我们没有能力胜过 你就把你的爱子耶稣 透过他的宝血 救我们出埃及 主耶稣的宝血 来洁净我们蒙了油的心 帮助我们的心柔软下来 愿意顺服听你的话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